酸奶粉一定要留到最后才吃 让它的味充分记住一点 比刚才入味多的 哈喽了 我今天在小杨双间 现在我看网上吐槽的人少了 哇 它们豆浆有点甜 这个是大虾双间 招牌小杨双间 看着都还可以 我今天下午刚刚看了一个笑评 姐妹说 不在意肉馅的紧实或者松 它只带一底 底是不是很酥 老公对上海吃的什么区别 我好怀念我在上海吃的 那一份小杨双间 现在看来它上面的皮很薄的那种 我想吃那种一口爆姜的感觉 它这个就是小杨双间 上面是白芝麻的 底下皮 我觉得还是蛮酥的 看上去没有糊 我先不蘸醋吃一口 它上面的皮超级薄 它上面的皮超级薄 就是牙一抿它就过了 然后汤就都出来了 我体会到了你们说的肉松 制成肉骨是在一起的 像我不是上海人 没有那么多讲究 它好多 直接够不出来 看它这个底 我今天的这个没有糊 拿着点醋吧 我其实吃包的 他们家这个至少吃了一个 没有腻 我加一个辣油 我今天吃成人包品相不行了 也太脏了吧 那参加这个汤真的很多 这个是馄饨 这个是腊肉面 这是酸辣粉 这是油豆腐 咖喱粉丝 这是葱老板面 打虾上煎 看一下 这个底稍微焦一点 但也没有糊 它是腊椒炸虾的味不一样 好鲜啊 有红椒的香味 这个肉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它这个肉和虾虚油的 看得出来 很好吃 这个馄饨吧 这个馄饨块还是很大的 这个小馄饨 可以说秒杀我其他家吃过的小馄饨 这个好吃 这个小馄饨的味精味相比其他家要少很多 看这个馄饨还是OK的 一个小肉 主要是汤很鲜 我老公还很想吃这个面 葱油棒面 没有什么经验的 葱油拌面 好吃吗 好吃 味道也很浓 但这是一个葱油和面 这种单调的东西 对于我来讲 也就是对它不是很感到 但它是好吃的 鲜辣肉面 可是有汤的 我以为是拌的 结果是汤的 哎 这样喝得更好看 吃吃大肉面 可以说一点都不辣 肉给的不少 但我觉得就是剁的一些个 像什么辣酱吗 不难吃 但一样没有什么军面 这是酸辣粉 让我非常的期待 可以 看着品相和外表都可以 是不能吃辣的人 能吃的酸辣粉 没有什么辣味 酸辣也一般 我可以自己加一点葱 因为它本身实在是酸味太少 喜欢吃酸的自己加醋 喜欢吃辣的自己配辣油 但我觉得加了醋之后 这酸味就够了 我来吃个常规菜单 咖喱凝肉粉丝 很多人说这个没有味 牛肉不少 我爱牛肉很多 然后不做花也可以 这种粉丝 这个粉丝和那个 酸辣粉的粉丝不太一样 其实我偏爱这种粉丝 就是不沾脸的那种 自己加点胡椒会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你口很淡的话 适合吃对 口中的就觉得它有点淡 现在他们桌上 给每周客人勾点盐 就是自己再调一下 会更好吃 这四个面吃起来 跟小馄饨最好吃 小馄饨No.1 我记得我在上海吃小山春天的时候 它是甜味第一 但是它不是说光甜不咸的那种 好 我看 你看 这个酸辣粉加了醋 不可以吃了一下 感觉比刚才的味道浓了一点 这个酸辣粉底下 是有很多酱 很多料的 就是如果你接受不了 外面的身上的酸辣粉 咸重辣重酸的那种感觉 你来试试他们家 我觉得你会接受的 酸辣粉上来不要马上吃的 让它待一会 会更好吃 我觉得你们和花生 我喜欢 十大十多 我现在觉得 酸辣粉和小盒是冰的第一 酸辣粉一样留到最后才吃 让它的味充分记录一点 比刚才入味多了 刚上来的时候 可能就是它都尿绕好的 就给你上来了 所以你要让它沉淀一下 这个酸辣粉 在最后还是惊艳了我 还不错 这个酸辣粉可以 搭入面酒 希望以后再做得更好吧